人生就像一场赌博 有谁不是人生这条路上的赌徒呢 一夜暴富享受从穷光蛋变成百万富翁的快乐 赌场里不只有金钱和刺激 还有赌徒们永无止境的餐心 人们都期望通过赌博来改变命运 可几率比天上雕馅饼还小 赢的越多就投的越多 最终把自己所有积蓄全部耗在赌场里 从身家百万的富翁到流落街头穷光蛋只需要一夜 每一个开赌场的人都深知这个道理 赌场里面永远的赢家只有赌场自己 要经营好一家赌场可不容易 每天都要遮旋在各种类型的人中间 不管是街边的混混商界的大佬 还是正洁的风云人物 他们都会来赌场 不同的人招待方式也是不尽相同的 街边的混混要监视他是否出钱 损害赌场的利益 商界的大佬要想尽其办法阻止他们离开 直到他们把市场的钱都输掉 而正洁高官则是让他们输得不太惨 还能赢一些 甚至直接往他们口袋里面塞钱 这样他便永远的服务于赌场 赌场是个现金流巨大的地方 每天都会有成百上千万的美元进账 从顾客的口袋里面经过赌场的收音柜 进入秘密保险库 这里是天堂也是地狱 在这里工作人都想把这里榨干 可一旦被发现 沙漠里的大坑就是唯一的归宿 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管理员并不容易 他必须能力出众又值得信任 这个职位没有比山姆更加合适的人权 他从婚社会开始到吃喝拉撒都在赌场 对这里的事情了如指掌 只缺一个可以上班的执照 然而没有执照不代表不能上班 在赌场里面一切都有可能 他可以频繁变更自己的职务 以躲避检查 赌场的老板给了他巨大的权力 只负责为赌场创造利益 其余的一概不管 就这样 山姆摇身一变变成赌场的管理员 为了闲得好听 给了他一个头衔 公关理事 赌场在山姆的手上生意兴隆 源源不断的钞票涌了进来 他遵守着赌场的金颗玉律 被客人提供免费的招待 酒水 豪华套房 靠近了没一位顾客口袋里面钱 山姆从15岁第一次家住就从来没有输过 可他并不以赌博来发家致富 而是把他掌握的内幕消息 都提供给大佬们 内定的全赛下了要的马 买通的裁判 预测的分数 只要大佬们想知道内幕 他都知道 相对于钱 他更喜欢猜中结果的快乐 对于大佬来说 山姆就是他们的摇钱术 他有一个好搭档叫尼奇 两个人是三五十年的好友 他们一个负责下注 一个负责收钱 两个人天衣无缝的合作 让那些大佬们永远离不开他们 相较于山姆 尼奇有仇必报 也不允许别人欺负山姆 不然他会以十倍代价还回去 山姆每天的工作 便是维持整个赌场秩序 任何难成的客人 他都能够搞定 赌场的一切 对于州议员来说 都是免费的 而一切的回报 则是在他当选之后 对于日本来的 刺进雄厚 喜欢免费套房 曾经让好多赌场 都闻风丧胆的大老板 山姆也有办法对付 一个连免费套房 都占便宜的人 怎么会拒绝 免费的私人飞机 山姆利用飞机故障 客房依满的手段 让日本老板 老老实实待在赌桌前 直到他输光所有的钱 然而山姆 不仅会盯着有钱的老板 还会盯上 一直赢钱的顾客 馆场的赌趣经理 值班经理 赌场经理 都是山姆的眼线 赌场还会雇应 熟知所有骗术的老钱 为他们找出赌场中 想要使用诡计的人 山姆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损害赌场利益的人 他会让他们 永远不敢把手 伸进他的赌场 在赌场抓老钱 是家常便饭 他总是能够 很快的找到老钱 有序的不止抓捕任务 他并不是血 只是废掉一个人的手 以示警告 直到他遇到了吉尔 山姆早已掌握吉尔 着力的盗窃手法 可他并没有 对这个女人出手 他是一个十足的捞女 长得十分漂亮 金发碧眼 有着男人 都无法抵挡的魅力 吉尔深知 这些男人 最爱的就是面子 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 游走在大小的赌场 依附在百万富翁身边 为他们加油鼓劲 刺激获得更多的钱 生意谈崩 他也会毫不犹豫的 报复别人 让那个人一无所有 就是这样一个 除了美貌 没有任何优点的女人 山姆竟然对他 一见钟情了 吉尔可不是一个恋爱脑 只有钱才能打动他 他周旋御赌场 能在这里混得风生水起 完全是因为 他身职人情世故 大到赌场经理 小到停车小弟 他都会一一的关照 这也是他不被抓的原因 山姆知道 他和吉尔之间的关系 只能用钱来维持 想要他待在自己身边 就必须有足够的钱 而山姆也心甘寻愿 在他身上花钱 即便如此 他依旧不能掌握吉尔的心 吉尔有一个男朋友 一无是处花女人钱 专门招摇撞骗 可吉尔就是爱他 经过山姆的苦心经营 赌场的收益越来越好 人到中年 他不想再漂泊不定 想要过上安稳的生活 他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向吉尔求婚了 吉尔绝对不是妻子最佳人选 可山姆爱他 他希望赌一次获得幸福 在山姆的一番劝说下 吉尔嫁给了山姆 他们举办了一场豪华的婚礼 这也是山姆最快乐的时刻 可是吉尔却一点都不快乐 在婚礼的晚上 他痛苦流涕 给前男友打电话 他不爱山姆 不管他多么优秀 多么的有钱 他就要给山姆 只为从他身上获得更多利益 直至炸干他 为了能够获得吉尔的放心 山姆给他购置了豪宅 买了昂贵的衣服 戴不完的珠宝首饰 数不完的钞票 他是被爱情彻底冲昏了头脑 但是他的内心 永远都保存着一份美好 甚至将他所有的积蓄 都毫无保留交给了吉尔 他拥有这世界上 唯一一把可以开启 他全部财富的钥匙 他毫无保留的信任吉尔 就是期望获得他的爱 可靠金钱维持的婚姻 能够维持多久呢 这就像一场赌注物一样 不等到开奖那一刻 永远都不会知道结果 靠偷契的尼奇 来到拉斯维加斯投靠了山姆 他可是个不遵守规矩的人 家乡的好几期答案 都是他犯假的 警察拿他都没有办法 最近他准备将手伸向赌场 利用和山姆的关系 在赌场里面出老千 他是一个惯犯 走到哪里都有探员跟着 他不想惹麻烦 希望他收敛一些 可尼奇根本不听 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 山姆懒得管他 只要他不出大问题 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增加赌场的收益 他从欧洲请来的舞蹈队 年轻漂亮的女孩 是吸引人的戾气 现在的他只想好好经营赌场 不再像年轻那样 这是生非 山姆越来越出色 甚至还给他颁发了奖状 人人羡慕的职业 漂亮妻子 可爱的女儿 是无数人梦想中的成功人士 然而他的麻烦很快就来了 尼奇进了黑名单 所有赌场禁止他入内 山姆和他见面摇避嫌 而黑名单不仅是禁止他 他的名字将刻在 每个联邦调查员的脑子里 尼奇不想就这么离开赌场 既然不能进赌场 他就打劫赌钱的人 他集结一帮能人意识 专门为他服务 无论是盗窃还是抢劫 都是一把能手 他开了一家住宝店作为掩护 还贿赂酒店的服务人员 给他搜集情报 他们则根据情报 小心翼翼计划周密的实施盗窃 他很有商业头脑 会拿一些钱来投资 作为掩护的同时 也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就是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 犯罪不手软的人 也只是一个小喽喽 他的上面还有更大的金主 定期给金主钱 将他们伺候的服务贴贴 为金主马首是瞻 无论金主让他们干什么 只需要传个话 尼奇可以任意设置私刑 惩治他们的对手 直到把对方折磨而死 他行事作风 硬狠毒辣 成为拉斯维加斯的新老大 山姆并不管他 他只想经营好自己赌场 不管是谁 只要触及到赌场的利益 他都会毫不犹豫开除那个人 赌场的服务人员 眼睁睁看着老骨鸡 在20分钟内中了三次大奖 不知道他是单纯还是傻 这明显就是出钱 他居然没有制止 山姆毫不犹豫将他给炒掉了 不管他姐夫是县长还是市长 在赌场一切以利益为重 职场不顺 清场也失忆 吉尔背着山姆拿了25000美元 这在当时可是很大一笔钱 山姆派人跟着吉尔 发现他把钱交给他的前男友 他很是恼火 当着吉尔的面 教训莱斯特一顿 不但一分钱没拿到 差点还被打死 这么多年 吉尔还是挨着莱斯特 他看着爱人被打 情绪彻底失控 终日已久度日 金钱换来的婚姻 终究带来了隐患 金钱换不来真心 还有可能成为埋葬自己的坟墓 心烦意乱的山姆 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希望自己能够摆脱家庭的烦恼 可越是专注经营赌场 就越出乱责 山姆炒掉那位服务员 他的姐夫是位高官 自家的小舅子被炒鱿鱼 多没面子 很快便来赌场来当睡客 希望能够重新录用他 山姆一点面子都没有给 直接回绝了他 自那以后 赌场周围便多了一双眼睛 高官企图找到山姆的错误 赌场的运营状况很快被大佬们给发现了 他们发现赌场的人坚守自盗 大佬们争吵不休 想要找出一个妥善的方法 此时赌场一个隐秘的女合伙人 也开始向赌场要钱 他一纸诉状将赌场告上了法庭 女合伙人获得胜利 赌场必须上交账簿 多出来钱 没发现法官解释 大佬们就想出庭外和解的办法 派尼奇将女合伙人杀死 从此赌场负面新闻缠身 精英也受到影响 一波又一波人来赌场调查 山姆自然也成为重点调查对象 他和尼奇的往事都被翻了出来 高官也在不遗余力的添油家伙 救出山姆的资格证不放 一时之间 山姆陷入舆论的漩涡 他和不想好日子就此结束 山姆让尼奇收敛点 并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 可尼奇一点都不领情 认为山姆只是为自己考虑 兄弟俩之间的感情也出现了破裂 尼奇有了更大的野心 他要另立山头自己当老大 杀死一个又一个阻挡他脚步的人 他疯狂的杀人成为法院的常客 可没有直接证据不能把他怎么样 联邦太原更是24小时全天盯着他 他越是疯狂 山姆的处境就越是艰难 如果拿不到执照 他就完了 破不担心 大老家的亲戚开了家超市 他们似乎忌惮讨论赌场的事情 所有的秘密都被联邦调查员给听到了 大家的生活都会因为他而彻底完蛋 山姆没有拿到资格证 听证会只用了一分钟就否定了他 他十分生气 疯狂的咒骂听证会的官员 并且揭露他们在赌场的行为 他疯狂的举动成为媒体的焦点 也让他的金主十分生气 将他调离了原来的岗位 可山姆一点不想低调行事 为了能够继续在赌场工作 他举办了一个脱口秀节目 成为活跃在电视上的名人 狂妄的言论和举动引来一大批粉丝 他的举动牵动了大佬的神情 他们承受不了不安定因素的存在 决定解雇山姆 给他下达最后的通牒 可他并不想离开 惹出这一切麻烦的都是好友尼奇 他要找他解决 他们见面可不容易 尼奇约山姆来到了沙漠 两个人见面还是争吵 一个只在乎自己当老大 一个只在乎自己的职业生涯 多年来信息相应的朋友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一派而散始如陌生人 他们之间只剩下算计 山姆不但失去了朋友 也失去了家庭 他的爱情最终破裂 进而又和前男友联系上准备出逃 这一次他们还带上了孩子 他不能把女儿放在一个生活不检点的人身边 无论他们提出什么条件 他都会答应 莱斯特只在乎钱 不在乎任何人 吉尔和莱斯特谋划着更大的利益 他们惦记着山姆保险贵的200万 为了这200万 他又开始装可怜 通过尼奇的调解回到山姆身边 山姆虽然没有伤害他 可他并不相信吉尔 不管他去哪里都会派人跟踪他 花了多少钱 为什么花钱都必须说清楚 吉尔是个瘾君子 他的钱大部分都被挥霍了 山姆开始派人去监视他 一举一动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他们的婚姻形同虚设 山姆不知道心中仅存的这点爱 能够维持多久 吉尔不堪忍受山姆的监视 精神越来越崩溃 甚至出轨尼奇以寻求未解 并希望尼奇帮自己杀掉山姆 无数人约束的尼奇越来越疯狂 他彻底陷了进去 钞票让他疯狂 女人让他迷失 酒精使他麻痹 肆无忌惮地杀人 图称改变了他们所有人 吉尔靠着尼奇这座大山 也越发地变本加厉 他将女儿保在家里 在外面鬼混 山姆说教让他忍无可忍 希望尼奇杀了他 然而尼奇可不会为了一个女人 杀害自己35年的朋友 吉尔彻底失望了 他要拿回自己财产 第二天一大早回到家里大吵大闹 扰到了周围的邻居 引来了警察 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他进入别墅拿到了钥匙 并带走山姆所有的财产 当年的现任化为泡影 吉尔还是背叛了他 此时警方已经掌握越来越多的证据 开始时大规模的抓捕行动 大佬们害怕自己暴露 也展开肃清行动 无论是和大佬多么亲近的人 都没能逃过这场行动 一时之间风雀无声 曾经叱咤风云尼奇 也没有逃过这一劫 最终被欲望吞噬 死在了玉米地里 无论再怎么厉害 中不过是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 只有山姆 他早就料到了有这么一天 装在汽车上的引爆装置 并没有要了他的命 他捡回一条命来 不仅如此 他还救了吉尔一命 他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保护吉尔 他离开就不会威胁到其他人 就算吉尔背叛山姆 也不想他会出事 可吉尔最终因为堕落 死在简陋的旅馆里 几个月后 事态终于平息下来 而曾经的赌城也不复存在 一代小熊终将落幕 本片到此告一段落 提起马丁·斯克赛斯 没有人不会想起 他独出意志的黑色电影 从早年间出租车司机 好家伙 再到去年的爱尔兰人 他一直都在追寻着 黑色电影的脚步 探索更多的可能 本片名为《土城风云》 是黑帮电影三部曲中的中曲 也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电影 曾经纵横赌场的风云人物 都已经回归平静的生活 或许只有平静的生活 才是最终的归宿 心情只能带来短暂的享受 无法带来真正的快乐 唯有坚持本心 不迷失在欲望里 才能成为最终的赢家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不见不散